好 在今年过完年之后 其实我们金钱报 在追踪全球五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当时很明显看到是美国FED 美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开始停滞 那中国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在快速的萎缩 那这个萎缩动作 有可能是被动的资金外逃 也有可能是主动的杠杆去除 那但是主动跟被动 可能是正式问题 可是主动被动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于全球的流动性产生巨大风险 关门现在拉出流动性风险 是外汇市场 包括最近的澳币 包括最近的纽币 包括最近的瑞士法郎 它这个买卖价越喊越开 关门什么叫买卖价越喊越开 像台积电可能是128 128.5 内外盘价就是差五脚钱 流动性出现风险的时候 可能是喊进了124 喊卖的130块 中间的差价非常大 使得市场上很难成交 连带的使得成交值开始萎缩 所以到底流动性出什么问题 我们从昨天傍晚 公布这个数据来做观察 就是中国新增的信贷规模 10月份公布出来数字 是5136亿人币 那预期是8000亿 9月份曾经暴冲 是1.05兆 关门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5000多亿很多 2兆台币 很多 一点都不多 因为关门 整个中国的银行的总贷款 大概是120兆人民币左右 你要用帧率做观察 等于它的月帧率 大概只有0.3% 我把你算出来 假如乘以12个月 它就是3.6% 所以代表大陆 假如以10月份为一个基准 做观察化 它们的贷款增幅 只有3.6%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印一块钱货币 创造两块钱GDP的 只有像美国 像中国印三块钱 创造一块钱GDP的 什么意思 从新增贷款做观察 中国的GDP 一定会硬着入 我们懂意思了吗 从整个新增信贷 市场资金的增幅 就看到中国的GDP 非常的悲观 因为所有东西 创造出来的基准 或交易的基准 都是货币 所以从这个新增贷款 5136亿 好像比上个月只有一半 而且大幅低预期 可观美 我们用增幅来做计算化 你会看到很清楚 就是中国经济 从货币市场 已经看到 硬着入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中国社会 总融资的规模 事实上10月份 4767亿 也比上个月的1.3兆 大幅减缓 那我们用总融资规模 一样可以推算出来 大概中国 再把10月年化化 它的货币供给 或货币流到市场量 这个存量的增幅 大概只有4%多% 同样也暗设 中国经济即将映照入 我们再往下做一个观察 就是讲了今天入股 因为入股 今天开始做拉回 刚才特别提到 我们第一看价量 后面会不会再抽高 可是这个资金紧张的格局 会不会想到股市 我们要从几个方向 做观察 各位朋友 这个数据就不一样 这是M2 M2代表是另外一个 总存量的概念 事实上 它的增幅还蛮高的 是再创新高 来到136兆 年增率是13.5% 观众友 怎么跟世光刚讲的不一样 这是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新增的信贷 跟社会总融资 假如你换算成年增率 可能都不到5% 那为什么M2 广义的货币供给 会增加13% 观众友 不是我讲错 也不是数字有错 中间就是中国经济 现在出现了巨大问题 因为新增信贷 跟社会总融资 是往实体经济流进去的 而M2 它是全市场 包括金融市场 包括房地产市场 所以代表现在资金 往实体经济流的钱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那反而是流入房地产 或是最近股市的钱 非常非常非常多 才使得M2 跟新增信贷 竟然出现那么大的缺口 我们还有图 给官媒做一个参考 让大家了解到 目前整个大陆经济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到 就是第一个 就是整个习近平的讲话当中 要官媒注意到 去杠杆来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 要侧重加强供给面的结构改革 什么要去供给面 就是厂房过多对不对 打掉重链 那随意厂太多对不对 打掉重链 从习近平昨天最新的讲法 配合我们前几天 特别做这个专题 就是中国人行的货币政策 第三届的报告 不管任何的货币或市场压力 都不能妨碍市场出清的一个功能 我要请教一下万民哥 我们看一个数据 最近的这个Liber 就是美元在国际之间 菜股利率是一路狂飙 刚刚第二段有看过吧 没看过12点再看一次 那我们看一下中国 中国的Shiver 就是人币在上海的菜股中心 其实是一路的往下 所以万民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中国的新增信贷 低沉这个地步 可是M2还是高度成长 这就有出现很大的矛盾 我今天发给万民哥来宾费 五万块钱 结果他只收到三千块钱 中间的四万七 难道是被蔡老师给捂走了吗 打他一顿 还是被大K给捂走了 打他一顿 中间出现问题 央行的放水 跟实力阶级收到钱 出现极大的差距 您能观察 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 我今天早上看像那个 瑞士信贷的首席经济学家 那个陶东 对 他想说哇 这个数字太冷了 太冷了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 或者李克强看起来 也许觉得太好了 是 为什么 这就是你要做这个 结构上的这个 细部的这个分析研究 不是光看一个大的数字 对 然后就觉得他的钱 是不是都跑到这个 都从实体经济中流出去 对 那个我认为 中国大陆过剩的产能 他也不会说打掉重建 是 打掉就打掉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 30年前 台湾很多产能过剩的情况 那怎么办 就移到大陆去 移到东南亚去 对 现在一带一路 其实也是要做这个事情 可是他产能也多太多了吧 他盖三带三路也消化不了 也不见得 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大陆这个八百多 八九百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国土 对不对 像东南亚中亚地区 还有很大的地方 或者这个第三世界 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他去把这些产能 已经过去 那我觉得他将来 一定会走这个路 那我自己为什么觉得 不会那么悲观 第一个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2014年的数字 大陆的这个金融市场 间接 间接这个贷款的比例 一路在下滑 对 间接金融就是透过银行 中介的 通常金融机构的中介的 叫间接就是透过银行 我们存给银行 那事实上大陆还有更多的是 那个银子银行 对 委托贷款 信托 这个信托贷款 直接金融就是 我今天去买鸿海股票 我今天去买鸿海的公司 在下直接金融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 并不是一件很坏事情 另外一点你看出来 这个新增人民币贷款 占这个社会总融市贷款的比例 到2013年到最低点的时候 对不对 2014年有反弹 是 我相信2015年出来还是会反弹 对 这代表什么意义 也就是说 这个过去的这个大会 大陆社会总融资里面 有很多都是所谓 非常态的 或者说银行中表外的这个业务 所累积出来的融资 但是现在直接贷款的比例 还是在 还是 还是有所回升 对 那我为什么觉得 陶东的那个说法 我不太赞成了 他就是没有抓住李克强 习近平经常讲的新常态 没有 陶东每天 你看陶东觉得 他中国研究专家 一天要到台湾来 而且关门知道陶东身边绕的那群人 都是看随中国 所以耳濡目染之下 禁朱者赤 禁朱者黑 禁末者赤 禁朱者黑还是红 禁末者黑 禁朱者赤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他始终没有搞清楚 所谓新常态的意义 我今天讲说 你要了解新常态之前 你必须有常态 如果说再回到中国人的 传统的思想观念里头 中国旧常态的经济 就是三要素 有了钱以后 第一个就是买房子买地 第二个就是把钱变成黄金 或者藏起来 放在自己的床部底下 现在就是把它变成储蓄 第三个就是娶那个小老婆 这个东西 旧常态 旧常态 现在娶小老婆不行 不能公开讲 就是养这个什么 小命小山之类的 那新常态的话 那就告诉你 钱有了以后 不是光买房地产 不是光买土地 也不是把钱光放在银行里头 更不是叫你去 娶小老婆 我经常在讲 其实世光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世光是基督徒 但是世光这种基督徒 第一个不读圣经 第二个不祷告 纯粹天天就在搞金融 然后教人家怎么赚钱 这种观念 其实就是西方基督教里面讲的新教伦理 它最后就是导致了资本市场的发达 因为早期的基督教 认为要服侍上帝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天天读圣经 甚至到山里头去清修 到宗教改革以后 尤其是法国的克尔文派出来以后 他告诉你 要荣耀上帝的方法 第一个你就必须努力工作 得到人家的肯定 第二个你就必须累积财富 这是荣耀上帝最好的方法 这个观念 慢慢慢慢扩大成所谓的新教 慢慢慢慢就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 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核心价值 或者精神动力 同样的 过去共产党认为要荣耀国家 要荣耀党的方式 就是收毒毛雨露 现在不是教你收毒毛雨露 或者说掌握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 现在不是 现在要叫你 也要用最快的方法去累积自己的财户 才是荣耀党跟荣耀国家的方式 你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大陆 尤其是习近平跟李克强上来以后 经济上有两个大的主轴 第一个就是制造业2025 也就是说工业4.0 第二个就是中国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 对 因为我这样子讲 尤其后者 中国证券金融市场发展非常重要 对 西方从第一个所谓的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1555年 英国女王特许 英国的资本家 陈里一家叫做莫斯科公司 专门从事对俄罗斯的贸易 以来一直发展到现在 才慢慢成熟 特别特别是这个1872年 应该是1879年 对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成立 你刚刚看 这个一路的发展过来 其实是反漫漫长的一条道路 对 但是东国发展这个所谓的 这个证券金融市场 对不对 要跨入到一个完善的市场 那么国家一定要发挥 强大的这个指导能力 对 那同时对不对 要让中国的存量 资本存量 能够在金融市场中 对不对 不断创造新的产业 其实我帮你下个结论 就是路股会涨就对了 我路股就对了 而且不能不涨 如果涨不起来的话 中国人的这个价值观 财富观 对不对 没办法撤离 其实台湾也是走向 我们民国七几年 台湾其实也产能过剩 包括我们的纺织业 我们的什么中访 华龙 新铅 那时候股票好热 但是实际上台湾的产能过剩 包括那时候塑胶股 产能过剩 结果也引发的是金融市场 资金大量的往金融市场 做一个集中 那最后在资本市场 蓬勃发展之后 电子股才能得到活血 产业才能升级 也没有错 你可以这样做观察吗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另外我们讲说工业2025 是 你注意看10月份 对不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 对 今年前10个月 对不对 所谓高耗能跟采矿业的成长 只有0.4% 对 可是我要请教 这个万民哥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传统产业严重过剩 观众 我们现在讲 还有一家公司 叫台波 台波是从来没有亏损 今年上半年 也开始亏损 因为台波这个玻璃 传产业 基本上面对全球的 严重供过于求 说不定 先倒下的不是宏击 先倒下的是台波 这有没有可能 其实 这产业的转型很残忍 其实我们刚回到第一节 大K所讲的 台湾的这个PC业 电子业 它其实应该思索 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转型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讲很简单 那我结构性转型 但是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 但是这个是一个大方向 不是说你手机做烂了 我去做PC PC做烂了 我去做什么 做什么VR这些东西 但是把它踩来踩去 大家都把它踩死大家了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IBM IBM是做什么起家的 靠做打字机起家的 对 跟电子业完全扯不上边 但是它为什么 后来对不对 能变成一个商用机械公司 它其实最大成功就是 美国30年代的时候 发明什么 打卡机 对 打卡机就是IBM发展出来 是 然后后来再进入到 这个电子业 半导体业 最后变成一个IP的 很大的一个授权公司 是 同样的台湾的电子业 也是一样的走 一样的道理 那你看台博也是 台博它不能说永远 自己在做玻璃了 它应该利用 在赚钱的时候 把它的什么资金 活用到新兴产业上去 有啊 其实它盖它的那个高尔夫球场 花的钱比它投资到新兴产业多了 它真的是根流台湾 就台湾盖一个 彰化 台湾的高尔夫球场 是台湾听说最棒的高尔夫球场 可能花一两百亿 那同资在新产业 一二十亿 也不错 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企业文化 太强调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了 你看德国也是家族企业 但是德国家族企业 经营人永远是专业经理 外面跟我们回来 因为从习近平的讲话 到我们前几天做人行的一个做法 因为事实上 第一个大概你的结论出来 就是中国在资本市场的改革 是有必要性跟必然性发生 可是重点是市场出清的过程 刚刚外面跟你讲很简单 很痛苦 你像红基从91块得到12块 不要说施政很多痛苦 有红基的股票就很痛苦 这个市场出清是非常残忍 就有点是落肉强食的味道 有点生物遗传学 从习近平的讲法到人行的报告 摆明了就是让市场 自己决定这些企业的生死 那大部分企业一般是活不下来的 你不要看 你把美国的经济史翻开来看 过去200年 美国总共发生了12次泡沫 同样的中国改革开放 40年了还没有泡沫 还没有真正的泡沫 其实如果来个一两次 可以控制泡沫的话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你一个市场的 发展的过程中 而且我自己还认为 中国的泡沫不至于 像早期英国或者美国 那种什么铁路泡沫 电报泡沫那种情形 因为为什么 那是在完全市场 没有规范的情况之下 所发生的 那你现在有国家的力量 而且有这个 或者说有先进资本国家 发展的经验 其实在中国在泡沫化的过程中 或打泡沫化的过程中 其实它有很多手段 可以做控制 可是我们见面看 从M2跟新增信贷的差距 看到中国正在累积泡沫的因子 而且泡沫的环境在展开 这个主身段行情 关门单可以乐观 可是要小心 对私底经济的冲击 会发生吧 我觉得会发生 只是看发生的程度怎么样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